我每天都去你的私募所 離婚呢 離婚算是民視人界也有處理過 哇塞 那我可以先去你家聊一聊嗎 因為這畢竟比較私密 私密 不是很私密 我不想太多人受到 怎麼有這麼好看的 如果是這個律師 你一定就跟他愛上 愛上他了吧 可以吧 我每天都去你的私募所 因為我不是律師 我都只跟他賴而已 可是問題是你厲害嗎 OK的 OK的 我大學一畢業就考上律師了 哇 OK 然後你打的官司 是幾乎都贏嗎 沒有說到幾乎都贏 但是大部分都能讓當事人滿意 你擅長的是哪一塊的 傳統的刑事案件 民視案件都是我的強項 離婚呢 離婚算是民視案件也有處理過 哇塞 有沒有很多女生愛你 呃這個 應該不好說啦 我們不能跟當事人 有不正當的關係 你這樣的感覺是一定有 曾經愛上過當事人 只是不能說出來 這我就不清楚了 所以如果求助你這個案例 就沒有辦法跟你 有進一步交往的可能 基本上我們會劃清界線比較清楚 為什麼 為什麼要劃清界線 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看案件要比較客觀 但如果帶有情緒去看的話 可能就沒有辦法把它充分分析好 那就在打官司的時候 先劃清界線 然後官司打完之後再在一起 那可以嗎 這個我自己是沒有情遇過 那應該是可以 但是我自己是沒有這個 那我們可以先示範 他說可以喔 你現在是要女朋友嗎 對我現在有女朋友 蛤 你在幹嘛 你沒有什麼職業啦 他是通服員 因為你不是說你現在還有一些事情想要處理嗎 你會不會想要處理 他還幫你 可是他有女朋友啦 你不是只是要工作而已 你要幹嘛啦 因為往來的時間要很多嘛 因為其實官司的時間都是很長的 對 我們就會使用LINE 要聊很多事情 可是如果像他這樣子 我就會很願意去他的律師事務所 其實坐下來談或約出來談 是更清楚的 因為我們很多人 所以你以前的律師 你都只願意用LINE跟他溝通 對我們都送他 我們都送LINE 你願意到線上嗎 你願意到他去他的事務所 他就跟我講說 還是你要來我事務所一趟 我就說 我真的有點忙 然後我就跟他 所以他冒出的案件 我大概只去他的事務所兩次 然後都是 對 那這個的話 我就可能會比較願意去這樣子 有 對 我覺得你會在那邊搭帳篷吧 哈哈哈哈 好 我可以去跟你學法律常識吧 可以我自己也有在 武器班跟大學班跟講習 可以one by one嗎 對 我想私人的 英文都可以one by one 為什麼律師不行 是是是 可以喔 私了私了 那我可以先去你家聊一聊嗎 因為這畢竟比較私密 不是太私密 我不想太多人受到 喔 我想說剛剛不是說失誤所 對啊 對啊 怎麼變家裡了 對啊 因為太密了吧 我剛剛說可以one by one 我就差你 不是 因為你事務所 可能還有其他的工作人員 對 因為你們是事務所 因為他最先是民人 是需要保護當事的隱私 對 不想被聽到了 了解 所以他可以去你家嗎 好 我們再討論 哈哈 只要選可能女朋友不在的時候 好 啊 你有沒有那麼誇張的學 我不是好浪 你有沒有這麼正直的 哈哈哈 但是要遷就到